哎呀你已经踩在终点线上了 不用停直接走过来吧 那你 你什么时候走到我前面去了 就在刚才你前后放水的时候 谁让你这么慢的 还不快叫爸爸 你耍我 最近鱿鱼游戏很火啊 小月你看了吗 当然看了 不然怎么会和你一起来玩这张阴间地图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挑战鱿鱼游戏中的关卡 一二三不许动 哎呀除了主路 旁边两个侧门是通向哪里的 这俩门是观战系统的 败北者专用 等会你要是没听住 凉了 记得来看我表演啊 哦 是不定是先聊聊呢 嘿嘿 谁输了 谁叫爸爸 等着过去乖乖叫爸爸吧 我去中间点开始 我来调难度 哎哎 别调太难啊 开始了开始了 我先走一步 别走那么快 容易 走 哎呀呀呀 幸好我手速快 BGM停的瞬间双手就离开了肩盘 阿杨 说话算数 快叫爸爸 这局不算 我没认真 况且你也没跑到中间啊 死了不是 我不过就是在最后那一瞬间松懈了而已 露出了一点点的麻酱 哎 行 为了让你这个赖皮羊说的幸福恐怖 我就通关一次给你看看 再来 这次我绝对不会狗蛋了 哎呀你慢点 我又跟不上了 哟 小月被我甩开了吗 快到终点啊 我得稳住 哎呀你已经踩在终点线上了 不用停 直接走过来吧 那你 你什么时候走到我前面去了 就在刚才你从我放水的时候 哈哈哈哈 谁让你这么慢的 还不快叫爸爸 你耍我 嗯 爸爸 哎 流言不利啊 因为就只有天上这白花花的超小能够安慰我满是窗泥的内心了 别伤心了阿杨 这个地图呢还有困难模式 我们赶紧去玩玩看吧 哦 行吧 困难模式开启后 地图就变成了岩浆海 难度直线上升 如果掉岩浆的时候啊 刚好BGM停了 那就悲剧了 这难度太高了 都练过了七八回了 嗯 确实挺难的 不行 小月 看你表演了 不行了吧 让你看看我的神跳座 跳 哎呀 糟了 最后一点路还是重新了呀 可惜了可惜了 之后呢 我们私下又试了好几回 还是没用跑过去 这个地图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小伙伴们 如果有能过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截图留言哦 那么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阿阳 我是小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